熱呼呼的溫泉池迎接寒流來襲 吸引大批泡湯客來報到 不過要是水太燙泡太久 再加上洗三溫暖和冷水交替 可能讓血管收縮後又強烈擴張 心臟受得了嗎 來到溫泉會館的湯屋裡 裡面的溫泉池溫度大概就有42到45度 民眾在下水前最好能夠先半身泡在池子裡 適應溫度 從四肢再到頭部和心臟 沖水順序可不能輕忽 因為有研究發現 6成2的男性和4成6女性 首次心肌梗塞時恐怕會猝死 而且發作前幾乎沒有症狀 特別是老人家血管更加脆弱 感覺到胸痛就有致命危機 通常是門筒緊縮的感覺 有些人說像被石頭壓著 像有些血管硬化的人 他這種彈性比較差 在那個收縮擴張的過程中 他的血管是承受不了的 所以可能像他的血管裡面的板塊 就破掉 就造成心肌梗塞 醫師建議 洗熱水澡 最好別超過四十度 泡湯時間也限制在十五分鐘內 離開時先把身體擦乾 再接觸冷空氣 畢竟保命前提就在保護心臟 大醫新聞蔡玲 梁家銘 台北報導 天氣冷搜搜 來 天氣冷搜搜